大家好我是莫堪,我代表我自己 如果你還沒看過《間諜++9》請趕快去看 以下就讓我一個人觀點 來說說我對於《懸向列變》第七、第八集的看法 影片開始之前別忘記訂閱按下小鈴鐺 才不會做過頻道上片的資訊喔 這兩集玉仗像戲份蠻多的 但整體表現卻沒有符合期待 有種車都開了結果時速卡在30 怎麼弄得上不去的那種感覺 第七集開場 無敏小卒跟塵沙對戰的場景轉換很突兀 因為開場畫面沒有帶到塵沙 旁把也僅用一句流光進處 來說明無敏小卒出現的位置 但並沒有明確說明在哪 表現出來的感覺 很像是無敏小卒已經來到劍秀他們的面前 結果畫面一轉 塵沙就像突然冒出來一樣 讓我瞬間疑問了一下才反應過來 造成短暫的出戲 而高規格對戰的畫面雖然很美 但無敏小卒能夠預知對手動作的特性 卻沒有呈現得很到位 僅有最後一集勉強看得出來 他有預測到塵沙會從後面來 明明是人物初次登場卻沒有展現出人物的特質 這也導致了那句將軍聽起來很沒有說服力 感覺像是未說而說 也讓沒有小開的補充說明聽起來很尷尬 因為整個表現跟說明完全搭不上 而無敏坑從人物設計到旁白描述 全都跟象棋有關 無敏小卒的口頭禪也是將軍 結果他居然使用為其進行戰鬥 完全偏離象棋的設計 這點在當下讓我超級問號 但後來思考一下 欲藏箱跟無敏坑的關係 如果我是想透過這個突兀的點 來象徵欲藏箱並非出生無敏坑 跟無敏之輩有所不同 那就會是一個有趣 而且頗具人物深度的劇情設計 因為跟無敏坑情同家人 所以以其為好 但也因為不是無敏之輩 所以不用象棋 而是使用圍棋 這也能解釋 為何他跟無敏之輩一同出任務的時候 使用的是無敏小卒這個身份 而非欲藏箱 有種很想融入 卻又覺得自己格格不入的別扭心態 感覺就是個很悶燒的小可愛 不過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沒有什麼情緒 但在第八集面對三聖童的時候 是欲藏箱第一個跳出來 說出無敏之輩同生共死這句話 這就看得出來 他雖然不是無敏坑的人 但早就把自己當作無敏之輩的一份子 其實從劇情演出的內容來看 多少都能感受得到欲藏箱的待遇 只是這兩集看下來 他的表現實在說不上亮眼 高規格的資源也沒有好好把握 要說箱是很箱 但就平淡無奇 對比G1跟泡飛山的人物塑造 落差其實滿明顯的 而就目前的線索來看 玉藏箱跟玉碗芳是同一個人的機率還滿高的 至於他是不是人三脈 這點就還很難說 畢竟劍秀的五脈產生共鳴 很有可能就是神域的誤導 我很喜歡第七集 真青、鬼衣以及虎破王的文氣 從真青、失真這件事情 反映出這三個角色的價值觀 好有彼此之間的信念碰撞所產生的衝突 而且不是只有表面的爭論 還帶出了人物的特質 真青對古玉宗法的不重視 是因為他對洪華的愛 但這並不代表他就不重視古玉 相反的 他依舊以身為古玉戰士為傲 所以他無法接受虎破王的安排 決心要留在古玉 更要以古玉的功力迎娶洪華 這就可以看得出來真青的個性 一旦認定了就會一無反故做到底 那是一種近乎瘋狂的執著 似乎也是在暗示他接下來的劇情發展 而鬼衣見到失蹤已久的真青 表面上雖然答應請求 實際上卻是要先看真青的手工古沙還在不在 因為這點關係到古玉的宗法 也是他身為王室的責任 因此當他聽見真青對失蹤這件事毫不在意 當下就立刻出言指責 更直言要判真青死刑 但畢竟虎破王是老闆 老闆說什麼他已經只能照做 不過他也盯觸虎破王 古玉不需要人君 這段就呈現出詭異對宗法的堅持 還有他作為王室的責任 更恪守本分的態度 而虎破王作為古玉的領導 他當然不能做事真青背離宗法 但作為真青的親人 他也不能看著真青被判死 所以他在這兩年的情況下 利用王的職權 做出了最妥善的安排 也表示若立大先王責怪 他會一見承擔 展現了他身為王的智慧還有責任感 以及人民愛護的特質 這場戲就讓三個角色瞬間立體了起來 是古玉現在這場戲最好看的一場戲 而按照這場戲透露的情報 真青跟假青的關係 似乎跟之前腦洞推測越來越接近 只是真青所說的意外是真 那個意外是指過程很意外 還是說對象很意外 這點就非常耐人尋味 另外在真青對虎破王說出 你如果也曾義無反顧愛過一個人 便知我此刻決然 這句話的當下 鬼衣跟虎破王瞬間的反應 與其說是震驚 更像是被說中的內心的秘密 如果是只有他們兩個才知道的機密 那是否跟劍龍島養老院的事件 也就是跟加密王的異變有關 這想像空間也是非常之大 至於開播之前大家都很感興趣的 《繁衍之謎》這集也說明了 是透過《古獄之人》將驚血奉獻給臨時 然後由歷代法眼師 將其奉獻給聖魂盾所遺留下來的創生法石 在吸納天地治陽之氣後 臨時因創生法石的沐浴 就會孕育出新的生命 不過那個創生法石 怎麼看我都覺得很像沙威嘛 虛網的劇情 毫無疑問是這兩集最精彩的 除了第七集開頭的混戰 為了帶季城環跟太古雲對小玉的擔憂 造成過度的場景切換 導致整場混戰被切得很破碎之外 從他扮演小玉跟書界談判 跟自己人討論計畫 再到他自爆身份跟書界交易 設計太古雲跟季城環 整個人物在虛假跟真實之間的分寸 拿捏得恰到好處 回頭再去看前幾集的表現 就能看出裡面蘊藏破綻 更能感受到人物描寫的細膩 而從劇情編排來看 在第三集神皇子進攻異生龍淵之後 便已經買下了伏筆 再到第四集不服排場的現身 接著以沉睡多時 來試圖掩蓋對資金的不了解 讓老實的太古雲 合理的替他做說明 而伏線的預言也是藉由他的引導 讓太古雲說出預言的相關資訊 再來是幫助太古雲擺脫紅毛追蹤 教導他斷出追蹤的方式 然後是繼承環身上 小玉有辦法解除了議席 以及跟書界的談判和設局 讓這個小玉在露出破綻的同時 又展現出小玉該有的樣子 產生誤導跟混搖作用 就算真的被人猜到了 但回過頭去看整體的安排 是合情合理而且經得起推敲的 不是透過非常理的設定去瞎掰 或是怕被觀眾猜到 而故意不給線索的硬拗 完全做到情理之內意料之外的戲劇效果 而這兩集的談笑殺異人 則是透過不同視角的代入 讓觀眾產生資訊落差 最後達到意外的反轉 先用太古雲的失言 讓書界察覺 太古雲或許知道逆襲園區的所在地 接著派遣狂隱不復劇情拿太古雲 等到虛網來跟書界談判時 透過前面演出的內容 營造出書界聖券在握的狀況 接著一庭局跟命相優權的現身 讓書界的行動發生意外 造成局勢瞬間反轉 但這個意外卻又合情合理 只是編劇沒讓我們看到 所以沒有在第一時間 把虛網、一庭局跟命相優權串起來 因為戲劇是不斷在推進的 除非停下來或是倒轉 不然觀眾是一直被劇情帶著跑的 所以劇情丟了什麼東西 當下就會專注在那個情境上 這就會讓觀眾沒時間去思考藏起來的東西 就像看魔術一樣 魔術師一定會牽借由各種畫術或是表演 讓觀眾聚焦在表面的資訊 然後在看不到的地方動手腳 最後達到令人驚嘆的魔術效果 當然大綱再怎麼會安排 負責操道的編劇也必須讓這個角色的表現 撐得起這段精彩的布局 前面說過 虛網的人物描寫非常到位 他雖然對自己很有自信 但那份自信是源自他對計劃的掌握 換言之他其實是個非常謹慎的人 而編劇在這點就拿捏得很好 言行舉止不卑不亢 不做多餘的事情 沒有讓他變成裝模作樣的自大狂 這也是我很喜歡他的原因 光是想著他會怎麼面對計劃的全盤失敗 還有最終退場的情景 就讓我興奮不已 看逆襲怎麼回應逆襲兒的試探 真的是目前書界線的樂趣之一 在逆襲兒 答應跟虛網合作 剷除小玉之後 跟逆襲那一段 關於和小玉的恩怨如何說不分明的攻防 簡單及劇就滿滿都是戲 讓人可以感受得到逆襲現在的處境跟心態 而逆襲兒那種每次好像出自關心 但其實都是比有用意的話語 真的令人很期待他之後的文系表現 相信可以展現出完全不同層次的擊敗 相較於逆襲兒 保暖私營域的雀風策就單純很多 明顯看得出來跟玄奎那一場一天之戰 他的勝利絕非是依靠自己獲得的 那絕對成不上是光榮 甚至對他來說可能是感到恥辱的一戰 所以狂隱不復越吹他就越不爽 但他也知道這不是狂隱不復的問題 因此也只能表示自己想要安靜 從他對逆襲表面支持的這點來看 雀風策並不是完全服從於書皇 或是說比起書皇他更想支持逆襲 這點或許跟當初的一天之戰有關 畢竟牽扯到的是漢族跟書界的問題 這種大人的理由總是特別的複雜 鳳五在這兩集的表現說不上亮眼 主要都是和太古雲的和解和離別 但因為太古雲的轉變很突然 說服力不足 父子之間和解情緒表現就沒有那麼觸動人心 而太古雲的退場雖然拍得很好 那緩緩落下的鏡頭 加上落地後的難以delay 將他最後的遺憾呈現得很有意境 但不曉得是刻意還是巧合 太古雲偶頭飛起來的瞬間 字幕剛好打上縱無九天四個字 整個超地獄 直接掉到底的那種 不過鳳五在看到太古雲遺體的時候 那個急速的畫面切換 把鳳五的震驚跟不可置信表現得超級到位 加上那快速的櫃爬動作跟聲音演出 完全可以感受得到那股悲痛的情緒 但後續冷淡的情感表現就好像很問號 大吼大叫的樣子 跟我對冷淡的理解完全不一樣 看起來更像失去理智的狂暴 也不曉得後面會不會有解釋 不過關一度微城的武器拍得蠻好的就是了 而一度微城透過跟雀風測的那一戰 基本上已經排除他是遇者的可能性 但如果是小玉 又感受不到他對太古雲這個好友的重視 再加上硬勢武裂這個新設定 感覺應該不是任何人的偽裝 而是一個獨立的新人物 不過從那句不是軍生是軍生來看 或許會是很久沒出現的老角色也說不定 除了第七集開頭的兩場混戰 有比較明顯的編排問題之外 整體的表現都會是在正常水準 雖然古玉王朝在順利膠帶上就佔掉不少篇幅 而後段無名之輩進攻太廟神仙也略顯平淡 但數界線精彩的反轉設計和極端出色單場描寫 也替這兩集增添了不少看點 不過非命七一念 依然有著雷聲大雨點小的感覺 畢竟太古雲的祭品等級 大概就跟名城截火差不多 更別說坦桑跟拜咖這種不重要的配角 七一念目前展現出來的威脅性仍舊不足 這就造成第八集收幕的危機營造很無感 尤其又是針對小玉這種等級的角色 希望接下來會有令人驚豔的表現 影片的最後特別感謝加入穆斯華偶爾西公會的導遊 真的非常感謝你們的支持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對這兩集的表現你還滿意嗎? 歡迎在留言區留下你的意見 提供給不同角度的看法 喜歡的話也別忘了將這部影片分享出去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莫堪 我們下次見